这个刚才这车翻了 车翻了 没事啊 这说实话呢 就是说我这个发车呀 你呢就是有功夫 你就看看 没功夫呢 你就睡觉 然后那个 你就看重播 你就看重播 像我呢 今天呢也没什么事 完了白天出去 说这个 录了一段相声 晚上回来呢 跟家里人在一块吃个饭 出去溜溜弯 回来呢 陪这个小闺女 弹个琴唱个歌 然后入夜 大家都休息 都我给他们组了 都回 你在这 我 你 你去 你 你 哎 家里人口 比较多 然后呢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 这绝对自由 你有没有 人呢 是这样 人虽然是社会动物 人虽然说是有家庭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细胞 有社会角色 你是儿子 老公 爹地 但是呢 人还得保持一定的自我 这一点呢 就是我跟家里人呢 也都这么多年呢 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默契呢 就是说第一 我作为爷们 我呢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孝顺老人 啊 挣钱交家里 然后呢 做正经事 啊 做正经人 作为父亲 啊 送孩子 接孩子 啊 然后这个 给孩子提供一些这个 呃 也不能说是多好的条件吧 反正总认之呢 一般人 一般人的生活啊 剩下的 那我工作之外 就是我的爱好 我没什么爱好 我人 没什么爱好 就说呢 哎 这个 足球 啊 足球其实也是工作啊 剩下呢 就是没事 想思考 思考 主要是 主要是这么 完了 都睡觉了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你最爱说你是一个尘埃 偶尔会恶作剧地 飘进我眼里 你宁愿我哭泽我哭泽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你是我最痛哭泽我最痛苦的抉择 让我含了害怕飘泽 还对你 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 给我 给我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沙 像泪水流 风吹来的沙 落在悲伤的眼底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 堆积在心底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穿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 分离 今儿呢 今儿聊风吹来的沙 这个我实话讲的 就是我呢 应该说在过去的 一些场合呢 我聊过我的这些经历 比如说呢 有一次呢 上这个李静的呀 这超级访问 我记得里边 我是聊了一段 比如说呢 我去一些高校 做讲座的时候 我涉及过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呢 我是在解说的过程当中 还是聊天的过程当中 反正也说过 我呢 这是应该是风吹来的沙 第五集 对不对 但是我坦白讲 我已经不知道 我上一集说到什么地方了 我是说到 我是第一次被交通台扫地出门 然后我打上车到天门广场 看天门 Square 人民英雄纪念碑 然后我泪如雨下 这段可能我是说过 然后接下来 我到底是说到哪了 不是说很清楚 不是说很清楚啊 所以为此呢 你们一会给我点提示 就说上我车的老乘客 就是关于这段 风沙这段 到底说到什么地步了 好不好 我呢先把那个阿勒戴斯那事啊 给说完了 好吧 就是你去一个公司应聘 人家问你说 你想要多少钱呢 你说我的 呃 期望薪金 是月薪八千 啊 跟你聊那哥们呢 他可以决定你的月薪是多少 这哥们跟你说 一万二怎么样 你当时肯定就懵逼了 你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就说你说八千 其实你一直等着他 还价还到六千 对不对 但你没想到 这哥们一杆子给你储到一万二了 你就懵了吧 你就懵了就对了啊 那你肯定很愉快的 就准备要签这个over 对不对 那么呢 这哥们最后会跟你说一句 说 你看 你要八千 啊 我呢给你签一万二 啊 回头能不能请我喝一小杯咖啡啊 啊 这都是暗语 啊 阿勒戴斯就是这暗语 就是你能不能请我喝一小杯咖啡啊 这意思是什么呢 哥们 我呢 每个月帮你多挣了四千 至少的 啊 至少帮你挣了四千 那么你看你 钱啊 工资到手之后 每个月 是不是通过微信 支付宝 红包 啊 转账 啊 股票 啊 证券 等方式 啊 呃 给我一小杯咖啡啊 啊 能不能给我一小杯咖啡啊 啊 就是那意思呢 你啊 你再给我吐出了两千 这样的话呢 你呢 每个月拿一万 那你比你期望了多两千 同时 我也多两千 我也多两千 啊 那么 奇怪了 那你说谁受损失呢 不知道 不知道 谁最后谁出钱 谁受损失 有的是国家 党和政府 有的可能就是老板 老板管不了这么细啊 有的呢 就是 股民 股民 啊 明白了吗 哎 阿勒代斯呢 其实就是这么聊的啊 他呢 因为你想 他很多这个主教练 说我在转会市场上啊 我呢 决定要哪个队员 这是我说了算 队员都有经纪人呢 经纪人 你别以为所有经纪人都奔着 女色啊 很多经纪人就是为挣钱 对吧 合同越大啊 越逼个 经纪人呢 抽成 十五二十啊 哎 也会呢 更多 另外呢 这队员的 这年薪 英格兰奖叫周星 谁说了算 教练说了算 那不就可以 就是很简单吗 啊 这英国每日电讯报 也报出来 也有些队员啊 他周星给你多四千英镑 周星给你多四千英镑 每个月 这这多拿四千 哪个周星多拿四千英镑队员呢 会敲开 manager 啊 coach啊 的 这个办公室的房门 啊 老大 我来了 哎 进来进来 哎 哎 怎么样 最近训练还不错 可以可以 加油啊 我争取让你收发 啊 让鲁尼亚呢 做做提供系 啊 你打 不是 这开玩笑啊 这根部里尿没关系 人的意思啊 然后那个 你看 怎么着 请我喝一小杯咖啡吗 啊 那个 哎 哎 老大 来 哎 四千英镑啊 您拿着啊 没事 喝点咖啡 好吗 喝点咖啡 啊 教练吧 就拿了 哈哈 周星 每个月 多 四千 啊 嗯 那么呢 月星的每个月多 一万六 吧 嗯 那么 我给你八千 我呢 每个月多挣八千 你呢 每个月呢 一小杯咖啡啊 八千英镑 啊 就就这么 啊 这事呢 就是人不知鬼不觉吧 好吧 反正呢 有的时候呢 是这样 就是你呢 你拥有权力的时候 或者说你能够决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是幸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你体现了更多的价值啊 你有更高的职位啊 你甚至有更高的薪水 但是 你也有风险 你有风险啊 你想这阿勒戴斯 如果要不是说 是英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啊 没那么大目标啊 每年三百万英镑的 这这薪水 按说啊 在这国家队主教练的层面上 已经相当高了 但是人 我跟你说了 人最后毁到什么 毁在欲望 毁在欲望 但有的人那就欲望很多啊 就欲望啊 就我有欲望 我有欲望 但是你别忘了啊 人啊 就是你光有欲望 不见得能毁 不一定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实施 你这种欲望的条件 但是如果你又有这条件 你又有这欲望 就是你又有柴火 你又有火 啊 干柴 与烈火 这就 凶凶燃烧 说我只有柴火 没有火 这东西最后啊 也没用啊 最后可能垫个桌角 什么的啊 你也 你也没法燃烧 说我光有火 没有 没有柴火 带火 你火肿 最后卡满了 烫手 是吧 所以呢 人有的时候这样 当你拥有欲望的时候 又拥有了条件 其实你就走上了悬崖的边缘 啊 所以你像我们 也有也有一定的欲望 但是没有条件 这样的人呢 你看上去可能是悲哀 但事实上也是一种幸福啊 平安就是幸福 平安就是幸福 你看我这么多年啊 无论我是被这封杀 被那封杀 为什么很容易被封杀 是因为我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就没有作恶的条件 基本上啊 但是你要说我没有权利 我也抢劫杀人啊 那不是人 外星人 那都不是人啊 咱不能跟那种人比 咱跟正常人比 正常人就是 正常人都有欲望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条件 有条件 有欲望 控制不住自己欲望的 啪 射 咔 作为平头百姓 然后天天努力工作 享受生活 快快乐乐 积极健康 文明礼貌 热情 啪啪啪 你想 想 想 遣个规则 你没有权利 人家不跟你 你想 没事弄点钱的话 你不过钱 你没有权利 所以呢 一切很安稳 他是挣钱 老是生活 没事 是吧 所以呢 我讲说人一辈子就三件事 第一 知道自己干什么 我应该干什么呢 我应该说求 好 你就明白了 我应该 我是个说求的 我是个说书的 我是个搬砖的 我是个搞设计的 我是一个 没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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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四方的 都可以 先了解 知道自己 应该干什么 第二 你既然干 你怎么才能干好 怎么才能干好呢 这得下功夫 琢磨 独立思考 分析 价值判断 正确选择 然后呢 劳心劳力 把这事给干好了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你无论干什么 干多好 什么时候停下来 啊 文 will you stop 这这 这太重要了 啊 人有的时候啊 就说你就是犯罪 你中间你死到吧 他最多也是个犯罪 犯罪终止 对不对 当你的手啊 一双黑手啊 伸向你无辜少女的 不是 就是伸向一个 那个 呃 一个 一兜 总言之吧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那个时候要想 要戛然而止 啊 灯已经关了 啊 房门已经关了 啊 但他就在那一瞬间 终止 啊 有个声音 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 归来呦 这很重要 真的 很重要 很多时候 就什么时候 停 能够停 你不能说你是圣贤 但是你是 好样 你好样啊 但你说你怎么停啊 根本停不下来 那就 那我不 那你就 你痛快 一时啊 毁灭一世 这事就不值 打 啊 人有的时候 不是说人生活 或者说人 人生是需要算计 其实人生确实是 是需要比较和计算 确实需要这个 值与不值 这个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很多人说 晚上愿意花 40分钟 50分钟 一小时听我的跟着 兜比兜啊 你呢 你要你要核算一下 值还是不值 值就留下来 不值 关了 马上睡觉 或者去找值的那个 你比方直播平台上 很多美女啊 唱歌的啊 是吧 这你说这值啊 这看一晚上多值啊 是吧 说听这一老爷们跟着 没事下这 但有什么意思呀 哎 你衡量了一个判断 计算了 那么你啪 啪 关掉去那边 马上你的人生 这一个小时 就按照你的思路 过得就特别有意义 就更值得啊 没事 你天天翻八卦啊 一天用两个小时 看八卦啊 哎 这 这怎么绯闻了啊 那个私闭了 这个 落水了 那个 跳崖了啊 这 这 好 谢他 然后你晚上 你一算 这这一天24小时 吃饭 大小时 睡觉 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路上 三小时 十三个小时 然后呢 剩下工作啊 稀里糊涂 弄了两个时工作 剩下五六个小时 全他妈白费了 全白费了啊 还好 每天 当你晚上 十点钟以前 你觉得这一天 荒废了的时候 你忽然间发现 你还有一根救命稻草 就是我还可以听一下 老司机发成 就至少这一天 你没白过 啊 我觉得我 我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第一 我可以保证 每天不白过 因为我在这里 跟大家交流 同时 我让很多的朋友 这一天 也不白过 我也不白过 啊 好 那接下来 我说啥 我说不是啥 我说风沙 风沙到那儿了 好 我就简端解说吧 我就简端解说 我预计本来 这这这这这一系列啊 就是风沙系列 我是预计到 今年年底 给说完啊 但是呢 我想快一点 啊 因为那个人的记忆啊 这鱼的记忆 是七秒钟 还是三秒钟 人的记忆 其实也不是说 很长十年 啊 你现在让我回忆 二十年前啊 那些过往 其实也挺费劲的 也挺费劲的 但是呢 我呢 也许有的地方 会有点渲染 和夸张 但是一定 我说实话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好 那么可以讲 1994年的 六月 世界杯开赛之前 我被交通台扫地出门 我再次强调 那是我的错误 It's my mistake 我得到了 我应该得到的 这个下场 就是结果 是我决定的 郭我辈 跟这台长 跟这同事 都没关系 至今 我仍然很留恋 那样的一段 美好的生活 因为那段生活 对于我来讲 和对于我们当时 那些年轻人来讲 二十四五岁 有着梦想 然后实现了自己 想要去做的事情 无论是专职的 还是像我这种 兼职的 我感觉 无论对我们的生活 还是对我自己的 这个从业的经历 都是非常美好的 其实那之间的 也发生了一些 很好的情感之间的 一些纠葛 我为什么用纠葛呢 确实有的时候 反正年轻嘛 有的时候爱了 然后又不爱了 然后分手 就挺痛苦的 挺痛苦的 然后呢 但是我被开除了 我被开除了 后来呢 就在家里边 就觉得 好好回去上班吧 回到铁道部 北京物资办事处 中国铁路物资 北京公司 主经理秘书 每天呢 早上坐班车 六点半 从这个南米十路 坐班车 坐大概得有一多小时吧 六点四十到八点 一小时二分钟 到单位 单位在哪呢 现在实际上呢 是南三环外 但是你想象一下 1994年的时候 南三环 基本上相当于河北 基本上相当于河北 就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路程 在搬车上 有的时候困睡觉 然后有的时候 就望着窗外的这个街角 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那种 阳光普照 冬天的时候一片肃沙 然后 到了单位 干嘛 第一件事 打水 我一个人可以 滴四个暖壶 打水 打水回来 然后把这个 放在总经理的屋里 两桶 不是 两个暖壶 放在我们办公室 两个暖壶 接下来扫地 一休 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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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扫桌 扫 扫完了之后 差不多 楼道里一看 各个总经理 还有四五个副总经理 门都开了 大家看看 就开始工作状态了 我这边 开始 来这个 看一些单子 什么单子呢 派车的单子 因为我负责派车 那么单位 好多 好几辆车 有越野 有桑拿大 有这个街大 最好的一辆车 也就是个 桑拿2000 还是 也有日本车 有个日本车 皇冠 皇冠是这个老板的 然后派车 跟车队的队长联系 喂 李队 今天那个 副总要出去一趟 你给安排一辆车 九点半 去铁道部 汇报工作 OK 喂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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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 会计 今天那个 有一笔款要付 老板安排 200万 付给哪 付给安徽 同龄 什么 你自己查一下 就这 喂 爸 怎么着 什么事 哦 是吗 没事 能 还行 能扛得住 谢谢 再见 没事 就打电话 报纸 十点钟报纸来了 北京青年报 中国铁道报 然后那个 人民日报 工人日报 有没有 忘了 反正报纸来了 报纸来了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我就分发 拿着 特别 特别 最后呢 我留一张 留一张 留一张报纸 没事 泡口差 十点多 肚子有点饿 等着那个 公司 中午 中午饭 中午饭 从食堂方面 飘来了一些 菜香 芹菜炒肉 可以 公饱鸡丁 可以 尖椒皮炭 等着 等着这个 等着这个 这个 差不多十一点半 下机上 这个 这个 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 中午啊 干嘛 打排球 打排球 公会啊 有一个 活动中心 跟哥几个 没事打排球 有时候呢 也是到下午 困 因为我一般 那时候就熬夜 晚上没事 看球会干嘛 困 困呢 但是 又觉得呢 好像下午 没什么事 但是又有点困 又想睡呢 又有点担心 万一有事 找我怎么办 但那时候 实话讲 有的时候也会 一看老板出去了 而且是 出去不回来 今天不用回来了 作为老板 秘书 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事 怎么的 走 跟哥几个 一时眼色 干嘛去 回这 我们那个 单位 一楼 二楼 三楼 办公室 四楼 的那个 单身宿舍 睡觉 睡觉 好几次 那时候说实话 也没有手机 就有个 BP机 BP机 把那个BP机 放在耳边 想 干嘛 上面 打着字 快回来 老板 找你呢 哇 干净的 踢土了 从那个 五四楼下来 对对 你得从干嘛去 那边呢 有点 肚 有点拉肚 快快快 开会了 您是开会 做记录 老板 总工程师 总会计师 各种经理 部门经理 卡 我作为秘书 秘书 说白了 那位置 其实挺棒 老板 大长桌子 堵头 左右两边 总会计师 什么 总设计师 不是 总经理师 我呢 大概是 左手边 大概是 第三个位置 干嘛呢 拿小本 打记 记 一季度 一季度的 生产总值 好 那下季度工作 重点安排 刚才 多少 成品油 成品油 还去追债去 去那追债去 记录 重点 追债区域 大庆 龙凤 油田 好 把他记 会议纪要 最后 马上就总结出来 然后 整理成文 就是这么一天 到了晚上 坐搬车回家 那一路 那开心 为什么 可以大拍 因为早上人都不愿意说话 你有没有发现 早上大家 在一刚见的时候 在搬车上就基本上都 就这么 迷迷噔噔 不愿意说话 但下班的时候又 欢乐 上班绝对是带着痛苦出去的 下班绝对是带着欢乐回家的 所以在搬车上 俩高 俩二 炸 四十五度 炸 玩 玩一路 很happy 回到家 吃晚饭 接着父母 突然之间 你会发现 长夜难熬 为什么 以往啊 在交通台 我基本上不怎么回家 现在被开除了 没法在外边 那已经不让你住了 你跟武警 你那个时候是主持人 你可以跟武警睡在一起 你把你现在说 过去说武警 我想跟你睡 你直接拿 他们的刺刀就捅你了 不可能了 所以呢 就觉得 完了 那个 吃完饭 就没事了 我就躲进小屋 成一桶 因为不敢跟父母太交流 为什么 那父母有时候会问你 怎么会 怎么不去电台呢 完了 你说你说什么呢 没法说呀 我说先活一活 太累了 那好 那去休息休息 好 躲进自己小屋 那时候没有电脑 说看个游戏 iPad 什么iPad 什么iZo 可能iPad 可能iZo 然后就一个PPG 也没有手机 完了就特别无聊 不知道干什么 人生一片灰暗 人生一片灰暗的时候呢 没事的就 就弹琴了 弹琴 不是 弹琴了 唱唱歌 弹琴 唱唱歌 你说你说 你唱的也不怎么样 其实那个说 说实话 琴呢 琴呢 就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 他就是 他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朋友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 他就让你觉得 你并不孤独 你并不孤独的概念 我来到 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象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 那天 我们回不到 那天 对 就是 你会觉得 回不到那天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失去的 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紧接着呢 就是慢慢的长夜 我那个时候 好像我那女朋友 睡了 今天呢 就先不了解 好吧 不了解 那个完了 但是仅仅 一个礼拜之后 就在 1994年 美国世界杯 即将打响的前夕 我接到了 一个电话 6515 也不多少 当我看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就是 BB机嘛 就是 回 回电嘛 是电台 但是 不是交通台 会是 是 是 北京新闻台 我打过去 嘿 兄弟 我一听这声 我知道 是我哥哥的一同学 姓许向东 他当时呢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台的 假日部的主任 何为假日部呢 就是管礼拜天的节目 那个时候啊 他不是双休日 他好像是隔周 反正有双休 那时候中国劳动者 还是挺苦的 不像现在 一周休两天 最早就休一天 就休一天 完了中间有一段呢 是隔周 休两天 隔周 还休一天 然后他跟我说 怎么着 交通台那边 出事了 我说是 被 卡叉 他说你这样 那你 这礼拜天 没事 咱们开一个足球节目 呗 你过来呗 你当嘉宾 我当时觉得 就一片天呢 就突然之间 豁然开朗 原来是一片灰暗 突然间啊 明媚的阳光 从这乌云当中啊 直射出来 我感觉 生活又 又重新 焕发了火力 紧接着 两天以后 哥们 就又来到了 我来到 你的门口 就又来到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大门口 但是 我已经不能自由出入 因为我那个牌 已经被没收了 就我原来是 北京交通台的 这叫兼职员工 哥们有那牌 你多少武警 都没事 我带着牌 我就往里走 武警 其实也认识我 但是我 当我再来到那的时候 我没有牌 他已经不认识我 他只认牌 所以我得在门口 登记 压身份证 登记 等着人来接 虽然过程复杂了点 但是 我是不是又回到了电台 我是不是又走进了直播间 我是不是又坐在话筒前面 我是不是又开始做节目了呢 答案都是 是 我们做了一个世界杯特别节目 每周日晚上大概九点半到十点半吧 连做了好几期 世界杯嘛 就四周左右吧 我们做了大概五六七节目 其实这中间呢 也是因为直播间挨着 这边新闻广播 这边就交通台 所以呢 当我路过交通台的时候 然后碰着那原来的同事 有的呢 很热情 哎呀 蜡猪吃来了 那这样 有的 那意思就是 蜡猪怎么又来了 不是被开除了吗 只为人吧 就是这样 有的人喜欢你 有的人讨厌你 到现在也是这样 我以为 我又回到了电台 我又可以做 我喜欢的工作 虽然说频率下降 对吧 原来一个礼拜四五次 现在一个礼拜就一次 但是也比没有强了 而且为了这一次 反而更加用心 更加珍惜 平常都在收集 看球 把这一小时的节目 给他做的 非常非常详细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各种观点 各种论点 然后那种 一个礼拜的期待 反而比之前呢 就是一个礼拜 四五次去主持节目 反而 就更觉得珍贵 就跟你 天天见你女朋友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但就小声说 有什么意思 天天在一起 是吧 一点自由都没有 而且身体观点 有时候也受不了 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如果你一个礼拜 减一次 你想想 你到第三天的时候 你就已经热血沸腾了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不再测数 再资料 这是已故的 这郑少 郑少秋 他老 肥肥吧 我印象当中 因为十一年前 还是二年前 他看一什么节目 他说 我们 我们讲求的 不是次数 我们讲求的是资料 要不你损 要不你损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呢 反正原来在电 在交通台 那是可以主持各种 什么综艺节目 娱乐节目 然后什么 情感节目 什么音乐节目 但是呢 在新闻台 没有那些了 只有足球 只有足球 only football 世界杯结束 按说呢 这节目是个特别节目 就应该啊 随着世界杯的结束啊 这节目就应该终止 但是因为反响太好了 直到现在 我仍然坚信 在北京的人 三四十岁的球迷群体当中 仍然有很多老炮 老球迷 都记着那个节目 都记着那个节目 你要说是此时此刻 有听过那节目的 足球一小时啊 你要听过 你回头啊 你在这里留言 可能啊 看不清楚 你到微博上留言 向东 我其实还有一个人 我其实不再想提 为什么 提起来挺难过 因为他已经没了 所以呢 世界杯结束 这个节目保留了 决定继续干下去了 我原来以为 我就打一短工 是吧 你说那时候 给新闻台做节目 一期节目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月挣四百块钱 其实我在交通台那时候 有时候一月能挣两千多块钱 但是钱对我来讲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很重要 重要就是我还能活着 我还能活下去 在电台活下去 但是 大概在八月份吧 突然之间 有一天 BB机 吓了 我在单位 BB机吓了 一看 六五一五 我说 嘿 这是 向东的电话 赶紧打过去 向东跟我说 兄弟 我是 没办法 我 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一说完 这句话 我就知道 完了 完了 因为我知道 就是 其实我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有不祥的语言 你知道 就是我相当于 相当于是一个 畏罪前逃的 一个犯人 我就即使说 隐形埋名 洗心革面 乔装改办 我在某一个地方 已经开始了 看上去 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知道 有一把利剑 一直悬在我的头上 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他告诉我 他说 你没法再来电台 他说 因为啊 有人举报 你是被 系列台 开除的人 也就是说 你是被交通台 开除的人 那么台里边的规定是 被一个台 开除的人 是绝对不能到 另外的系列台 去主持节目的 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说 说有一天说 中央 装电台二套 完了给开除的人 最后去装电台 三套 去做 工作 做事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 我 我还装作 没事 我说没事 我说许哥 我说我也挺开心了 这段时间 也能做了节目了 我说我能理解 我说这个 我知道你 一定会帮我 说了很多话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事情改变不了 你想 很简单 说交通台已经给扫地出门的人 最后你新闻台给接了 你打谁脸呢 对不对 你打谁脸呢 咱姑且不说 你这 你这事合不合法 合不合规矩 你打谁脸呢 你做给谁看 所以 我 我说那我 再去一趟电台吧 他说行 我说你有好多东西还在那 我又抽一个 这个 下班以后 我又去个电台 然后把那个 磁带呀 文稿啊 一些换洗的衣服啊 一些东西啊 放在那的 我都收了收了 收了一大包 把他跟 这相同握手 谢谢 回家了 我又从 界外大街 14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那高高 那大楼里边出来 那时候 虽然说夏日 夏日无风啊 晚上也很 也很燥热 车上 车水马龙 人流车行 我呢 出门 向 向右拐 大概啊 150米左右 过人行道 到对面 有一商店 有一商店 对面 大车 大车 我说 这两个多月前呢 刚玩过一次 又来一次 但是我忽然间发现 我他妈已经 不那么痛苦了 因为有些痛苦 你承受了一次之后 你就有 有抗体了 我就觉得 有一种 释然的快乐 有一首歌叫做 就当所有的期盼 都已经落空的时候 心中却涌起 一波波 释然的快乐 这首歌呢 得有二十五六年了 甚至小三十年了 是谁 是谁唱的呢 叫张强 张强啊 也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网络 如果那个时候 有网络 就张强 那个年代 就张强 秒杀后边 各种超女 我一点都 不瞎说 张强 那时候说 一盘磁带 在全中国 卖个五千万盘 就跟假的一样 啊 这其中有很多 是假磁带啊 因为什么 盗版太多了 啊 就是中国人呢 有八十年代 刚刚接触 那种流行文化 张强那小嗓子 就在所有的期盼 都已经落空的时候 心中却勇气 一波波 释然的快乐 我现在找一个啊 这首歌叫什么来的 星期六吧 不是 这首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那这个节目 也别老聊 那聊什么意思呀 天天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些 这个历史 你明白吗 然后呢 你们的爸爸妈妈呀 应该经历过这个年代 回头你问问 你们爸爸妈妈呀 那个就是 就是 看听没听过啊 来 先听一个潇洒的走 那张强唱的啊 我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你的名和心 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提起 破碎的心难填平 昨日最新的恋情 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回忆 明白了吗 就这个啊 你看他这个唱一个歌啊 你看 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心 你看 他很有那个节奏 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心 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提起 破碎的心难填平 昨日最新的恋情 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回忆 我怎么突然间讲起这个来了 对 然后呢 我已经不痛苦了 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人生其实是有规律的 人生是个定数 人生是有规律的 这种规律就是有些事情呢 它会按照某一个节奏呢 再重复的发生 然后呢 当你摸到了一种规律 无论是幸福或者是痛苦 你接受它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释然 就是你想象成的幸福 其实也没有那么幸福 你想象成的痛苦 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 因为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 当我第一次被封杀的时候 我觉得天塌了 而当我第二次被封杀的时候 我觉得天应该塌下来 当我第三次 第四次被封杀的时候 我说 这一次的封杀 似乎来得有点晚 来吧 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